欢迎收听 我当鸟人的那几年 第231集 2点58 崔先生沉思了一会儿 现在还没到1点 也就是说 如果快一点的话 他们是可以赶上的 于是崔先生便又开口道 八十破土的具体时间 算出来了吗 还有老义 你好了没有 一心性硬了一声 别打仗 快想出来了 而刘雨迪 则神情有些紧张的说道 最晚不超过3点05 因为暴风之前才会有平静 我想等到二气柔和之事一过 就一定是全天最凶险的时辰了 也就是说 我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去封印那只拔尸 如果一分钟过后失败了的话 拔尸就会因为死伏逢天空的气数而复生 到时候大家恐怕全都要葬在那里 不得不说呀 这难度当真不是一般的大呀 没办法 即使难度再大 也要试他一试了 崔先生走到了床边 望着那小区之中诸多的野仙 沉默不语 他明白 今晚一战 便是决定他们乃至整个东北的命数问题 虽然已经有了应对的方法 但是心中却不免忐忑 屋子里的东北三巨头呢 仿佛就跟没事儿似的 表情不卑不喜 而且一动不动 就如同三座栩栩如胜的蜡象似的 可能是他们的道行太深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看淡了吧 因为修行一说 头一关讲究的就是得知我性 失知我命啊 这三位大仙修行即将圆满 可能已经进入了无欲无求的境界 只要尽力而为 便无怨无悔 这种心态倒是十分的宝贵 因为冲动这种情绪吧 是会影响正常发挥的 他们既然已经将这封印汗拔的担子 交给了眼前的这些年轻人 便已经有了足够的觉悟 自己只要做好应该做的就行了 张始飞抓着自己的糖刀 然后来到了崔先生身旁 望着有些入神的崔先生 心里明白 此时的分头心理负担很大呀 但是他却又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说说软话 试图呢缓解一下现在紧张的气氛 只见他碰了碰崔先生肩膀 然后对着他挤出了一丝笑容 你啊 分头啊 别那么紧张 没事啊 咱们这一次依旧会化简为夷的 崔先生转头瞧了瞧张始飞 然后对着他叹了口气 哎 但愿如此吧 崔先生说完这句话以后 张始飞竟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了 于是他便挠了脑脑袋 随口问道 哎对了 刚才你可吓死我们了 你说你有这种逆天的本事 为什么不早点说呢 害得我们替你担心 我不管啊 等到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你得请客 事情结束以后 张始飞的话里面隐隐的带着平安无事的意思 而崔先生则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只见他从口袋里面掏出了烟盒 发现只剩下了最后一根 便叼在嘴里没有点着 如果有其他办法 我真的不想用这一招啊 啊 为什么 一是不安全 因为这个阵法只是一个雏形 刚才我摆出的那个阴阳鱼的图案 已经是用了我的权利了 从碾子山回来之后 我曾经试过中和阴阳二气 可是没五次才成功一次 毕竟要让两种气完全一致 实在是太困难了 一切全都要凭感觉 方才那一下实在是好运的 第二 还是不安全 这个阵法完全就是临时抱脱脚 而且还要我们双方一起用力 这比一个人操作又难上了不止一击呀 崔先生说到了这儿 停顿了一下 第三点 孩子大爷的是不安全 要知道阴阳二气稍有偏差 多半会产生爆炸式的效果 而封印拔尸 需要我们用尽全力 那么强的气 如果稍意不慎的话 还没等封印拔尸呢 我们就会先被炸的粉身碎骨了 而且不是阴阳两气发挥到极致的话 这种爆炸应该对那拔尸没有效果 毕竟他什么都不怕 崔先生的话大家都听在了耳朵里 也确实 这个临阵磨枪的阵法所能带来的还都是一些未知数 此时窗外是夜色茫茫啊 似乎还下了雾 透过雾气 那轮月亮模糊的就像是上了霜 也不知道这雾是不是死伏逢天枯星象的预兆 就在这时呢 只见一直在埋头响折的一心星猛的一拍大腿呀 然后站起了身大声的叫嚷着 想明白了 用我的木丁固定绳子 不让其移动 然后再用我以前积攒的那些露水浇在绳子上 一来可以防止阴阳二气外泄 二来五行相克 露水的阴柔之气 也能一定的或多或少的克制那老粽子 屋子里的人见一心星说出此话以后 脸上都浮现出了起悦 此时刚刚凌晨一点 还有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给他们准备 应该是够用了 于是崔先生便对着李莱茵和张日伟喊道 绳子 去绳子 把福字堂里面的绳子都用上 上次我记得我买了三百多米的 就在里屋床底呀 老义你也别闲着 露水在哪啊 赶紧求去啊 咱们现在就动身 一边走一边坐 到那边准备 阵法想出来以后 崔先生稍稍的宽了宽心 只见他说完之后 便飞速的跑到了李屋 取了自己的铜钱剑 他明白 一会儿自己的浑身道行 就要通过这铜钱剑来演出了 有了铜钱剑的阳气 胜算应该会大声一些 当他反手提着铜钱剑出门 准备跟大家说动身的时候 却发现一心星还在那里傻站着呢 也不知道他脑袋里面想的是啥 崔先生有些焦急的问 你想什么呢 快去呀 只见一心星哭丧着个脸呢 我 我猜想起来 为什么 之前那些露水 让我浇花了 我靠 众人此时心中顿时是无比的震惊啊 心想着这一心星怎么搞的 辛辛苦苦攒的一些露水 怎么还拿来浇花呢 只见那崔先生似乎被一心星这一句给呛了一下 呛得他好一会儿才缓过神了呀 大哥 有没有搞错呀 你浇花不是一向用假手的吗 怎么会忽然抽风用露水了呢 我 我都他妈赖那什么电视养生节目啊 说什么露水浇花 圆堂化圆神 能够让植物生长得更为茂盛他大爷的 一个礼拜之前我看的 当时也没想到这露水能派上这么大用场啊 于是我就给用了 一心星说到了这里 不由得伸出手来赏了自己的耳光 而崔先生则叹了口气 然后对着一心星说 行了 那露水什么的得用多少啊 什么时候还能好 一心星跑到了窗户边 然后也不管外面站着多少野仙呢 只见他一把推开那窗户 然后将手平伸出去 惹得外野仙齐刷刷的向他瞩目啊 只见一心星将手平伸了大概十秒钟以后 便慌忙转头说道 直径三十六米的绳圈 最少也要用一小坛露水呀 衣服馆里面的花搞了一个星期 大概能存些一些 幸好今晚的雾很大 水系很足 所以我想想 大概得两点以后吧 这是最保守的估计了 我靠 两点以后 要知道福泽堂离江北的郊区 要有多远呢 这已经不再是坐不坐计程车的问题了 而是坐什么车半个小时之内能到的问题 估计只有坐火箭能到了 可是你真当福泽堂里面有神器呢呀 崔先生紧锁着眉头啊 心想着到底该如何去利用这个时差呢 而这时只见那一直没有说话的胡三太爷又开口了 他捋了捋自己的胡子以后 便对崔先生说 小贝莫及 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 由我们仙家带你们去 用不上五分钟 好极了 崔先生听完之后顿时大喜呀 他当然知道仙家跑路的手段 那可真是一阵阴风啊 来无影去无踪 如果由他们带路乘风而去的话 还真就剩下了大把的时间 而那露水呢 则是两点半以后才能好 这可怎么办呢 崔先生用余光扫了一下张世飞和李莱英 便心生一计 他走到两人面前 然后对着他俩说 搬个忙 你跟我俩还客气个屁啊 李莱英一拍胸脯 有人吗 只是您尽管言语 我的老板 老板 这个词真不错呀 让人心里面感觉很热乎 看来眼前这两位青年 已经彻底的融入福泽堂了 只要是福泽堂的事情 纵使跟自己无关 两人也责无旁贷 见他俩非常积极 崔先生也就不客套了 只见他望着张世飞和李莱英 然后对他俩 无比认真的说道 你俩陪你留姐留下 一会儿露水积累够了 就飞去江北 记住啊 那个地方的位置是从黑建筑一直往里 沿着公路一直往下 等到什么时候看见一片独立的树林就是了 应该很好找 毕竟气很强大 张世飞听完崔先生的话以后便点了点头 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完全太轻松了 即使不借助野仙的力量 张世飞变成孔雀以后 也有信心在15分钟之内飞到那里 于是他便信誓旦旦的点了点头 放心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而刘雨迪则十分不情愿的对着崔先生说道 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我也能帮忙的 崔先生望着刘雨迪 微笑了一下 他伸出手来抚摸着刘雨迪的秀发 然后对着他柔声的说 乖有我和老义就够了 你这个福泽堂的少奶奶 怎么说也要留下来坐镇呢 对不对 刘雨迪听罢崔先生的话以后 顿时大惊失色 因为崔先生的命格同张世飞的差不多 属于舞弊三缺之中的孤命 也就是说他即使是有心爱之人 也不可以说出承诺的 要不然命孤之礼必然应验 刘雨迪听到这一句 顿时泪水涌出了眼眶 此时的他也顾不上态度 慌忙对着崔先生说道 不 我不是 我不是啊 我不要你有事 我不要你有事 刘雨迪一边说 一边伤心的哭着 他的哭声回荡在寂静的屋子里 听得人心中一阵酸楚 看来崔先生这次当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了 一心兴明白 以他的性格 平时打死他 他也不会说出这句要命的话的 见到崔先生有此觉悟 一心兴二话没说 便从地上捡起了方才张士飞拿出的绳子 他将这一塌捆绳子往自己的脖子上一套 然后走到了门口 一是人 两兄弟 接下来布阵的事情全要靠他了 他为了不让自己的兄弟死 只能用尽全力 不成功 则成鬼 而崔先生见刘雨迪不住的哭泣 反而微笑了一下 只见他也不再顾忌什么了 伸出双手 一把将刘雨迪揽在了怀中 紧紧的抱住了他 崔先生覆在刘雨迪的耳边 无比温柔 且无比坚定的说 相信我 我是不会死的 以前的我太过于懦弱 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 对不起了丫头 我爱你 这么多年 一直一直爱着你 这些话 他等待了多久 从他们小的时候 在大山里面互相的嬉戏 到长大了 在哈尔滨再次的相逢 刘雨迪做梦 都想听到这一句表白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 我爱你 对于刘雨迪来说 却是一件最奢侈的事情 虽然他们彼此相爱 虽然他们每一天都在一起 虽然有太多的虽然 刘雨迪再也忍不住 抱着崔先生 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只见他一边哭 一边用两只拳头 不住的锤打着崔先生的后背 并且不停的叫喊道 我不让你死 刘雨迪的声音渐渐的小了起来 屋子里的各位都是很自觉 就连的东北三巨头 竟然也是如此 三位护发大仙 瞧着眼前这一对小娃娃 如此的柔情蜜意 纵然有多年的道行 也不免微笑 胡三太爷和自己的发漆 对视了一眼以后 便相继点了点头 而那慈祥的黑妈妈 则微笑着闭上了眼睛 一股阴风吹过 三位护发大仙已经到了门外 张士飞和李莱英 也是相视一笑 他俩拉着一声不吭的一心星 跟着走出了门外 由于门外聚集了上百号野仙 所以气温很低 那些野仙们用一种 有些好像是怀疑的目光 瞧着张士飞李莱英二人 似乎觉得这两个小伙 难道就是上次卵腰事件的解决者吗 瞧着不像啊 若不禁风的 张士飞和李莱英 被这些野仙的眼神 弄得很是不舒服 卖家上气温很冷 于是他俩便同时一瞪眼 一红一蓝 两道仙谷之光覆盖全身 种野仙这才明白过来 看来这俩小伙 也不是啥省流的灯啊 现在只剩下崔先生 没有出来了 大家心里都明白 怎么着 也要给人家小两口缠绵一会儿啊 只见那一金星想了想 然后按了开关 一把就将自己的假手拔了下来 他将自己的假手递给了李莱英 然后对他说 等会你去对面义服馆的店门口 啊 那里就是我养的露水 你把这假手的食指拔掉 里面的钉子会渗出跟露水差不多的东西 应该会加快一些速度 李莱英点了点头 一新星的假手捧在怀中 沉甸甸的 他望着没有了一只的一新星 夜幕之下 他残缺的身影瞧在人眼中 竟然有些可怜 真是想不到啊 这一新星就是用这副残缺之身 一直活着 而且活得比任何人都要乐观 大概过了五分钟左右吧 刘雨迪抱着崔先生 他的泪水已经浸湿了崔先生的肩膀 他实在是不愿意松开自己的手 可是他也明白 现在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重任不允许崔先生做过多的停留 于是他便缓缓地松开了手 他的毛子在夜晚之中十分明亮 水汪汪的 就像是两颗无价的宝石 只见他对着崔先生说道 我 我对 崔先生对着他摆了摆手 丫头 你不用多说什么 我知道 你一定有话要对我说 但是不是现在 等我回来再告诉我吧 不管什么事 我都不介意 刘雨迪见崔先生似乎已经知道了什么 便又忍不住捂住了脸 哽咽了起来 他哭得很伤心 似乎很久都没有这么伤心过了 又过了一会儿 崔先生要走了 刘雨迪便抬起了头来 只见他鼻也很重地对着崔先生说道 我 我 你知道吗 我多么想爱你 可是我害怕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要不然你的爱 我是不会接受的 崔先生轻轻地拍了拍刘雨迪的后背 放心吧 我一定会回来的 尽管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 但是我现在 终于有了答案 只见崔先生缓缓地走出了门外 刘雨迪忍不住追了上来 他只见到门外 此时一阵阵光芒闪耀 那些之前还是以动物形态试人的野仙们 截二连三地变成了人形 刹那间 福泽堂门外 多了数百号人 煞是壮观 只见那些野仙 似乎很是自觉地分成了长长的两排 三位护法大仙走在最前边 崔先生和易新兴 则拍了拍衣服 义无反顾地跟上 野仙们包围着他们 好像是在掩路一般 只见得崔先生若有所思地 从口袋中掏出了打火机 然后用手捂着 点着了火 深吸了一口烟以后 吐出了淡淡的烟雾 他叼着烟望着天空 表情异常坚定地冷笑道 我的答案是 我的爱 用不着命运来插手 命运是吗 看来我已经让着你太久了 这一次就让我把你干翻吧 张世飞望着崔先生和李来英的身影 慢慢地模糊起来 便大声地对着他喊道 分头加油 小心哪 崔先生叼着烟 没有回头只是摆了摆手 而这时一阵阴风平地而起 似乎扯动了气流的流动一般 张世飞和李来英两人 只感觉到眼前一阵刺痛 便闭上了眼睛 等他俩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崔先生和一新星 已经消失不见了 夜还在继续 似乎没有尽头 命运 你可以蒙蔽住我的双眼 但是却无法更改我心中 对自由的前程 命运 你可以阻挡我前进的道路 却无法让我舍弃心中 那对爱的向往 我就是我 我是崔作飞 这是我的故事 我终于来了 凌晨一点一刻 哈尔滨江北区沿着公路 持续往里 已经脱离了都市的喧嚣 荒郊野外 这个时候不时路过的 只有那一辆辆跑长途的货车 那些司机无精打采 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握着方向盘 车灯照着路面 不时有鹅子之类的昆虫 拍打在风挡玻璃之上 发出啪啪的声响 这名司机似乎真的有些困了 公路很是破旧 坑坑洼洼 货车途中经过那么多的收费站 那么多的关卡 就是为了早点到哈尔滨 卸下一车的货物 好早点洗个澡 睡个好觉 司机打了个哈欠 幸好很快就要到了 由于今晚下了雾 所以可视度很低 这个货车的司机只好强打着精神 盯着前方的路面 由于空气闷热潮湿 所以车窗一直没有摇上 风从侧面吹进车子里 刻着一路平安的风铃 发出叮叮当当的月儿响声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让这名司机下出了一身的冷汗呢 本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